最後這個題型 不太需要計算或者只需要很簡單的算法就可以解決掉 一些觀念的想法就可以解決掉 他說 何者正確 四輪中就是誰啊 四輪中就是60嘛 所以是120 四輪中是誰啊 就是30嘛 所以是60 所以知道四輪中比較大 四輪中比較小 所以呢 就會四輪中轉 右端下起 所以答案是A 這個平感覺你就會知道是 右端要下來 不算你也知道A要下來 把他以為到D之後 腳不會動 那看看呢 這個是變成60 這個也變60 表示四輪中跟歷史中怎樣 一樣 那東西就應該不轉 東西就應該不轉 所以C也是錯的 現在是錯的 然後呢 起來移到B移到豬的時候呢 統統都往前移同一格 但減少就不會一樣多嘛 那不會一樣 你就算也可以知道啊 那音質就知道還是一樣 四輪中比較大 所以你的右端會下起 所以豬也是錯的 所以呢 就只剩下這個B移過來 移過來 移過來 四輪中大 所以呢 四輪中轉 所以答案選人是B 所以有些選項根本就不用算 你看一看 感覺還會知道答案 OK 有問題嗎 沒有 那麼你們建中這一題 這一題其實用感覺就差不多可以感覺出來 要算也不好算都沒有數字了 都沒有什麼數字 就是往前移動或者是往前移動 力舉就會減少 往後移動力舉就會增加 如果我們一樣重 移動一樣多 那麼增減就會一樣 如果不一樣重 移動一樣多 那我們增減就會不一樣 那如果原來平衡 增減不一樣就會不平衡嘛 你這樣算可以 好 所以 這是多少 這樣應該是多少 這樣應該是多少 好 應該是多少咧 沒有什麼數字 但是 如果你硬要把他假設一個數字做 其實也是可以啦 但是應該不必要 好 那應該是多少 十六 十六號 你給他 不知道 我們找一位賽哥 我看看你知不知道吧 二三 你答案選A 請坐 因為A比B重而平衡 所以長度是A比B小 所以他才會相乘起來 會相等 然後移動C公分 都移動C公分的時候 因為 這個數字中變成這樣 逆時中變成這樣 你就會曉得 因為這個是一樣 所以A比B大 所以你就知道逆時中減得多 其實你用想的就會知道 逆時中減得多 因為一邊比較重 一邊比較輕 移動同樣多就會不一樣 重的那個移動減少比較多 那本來是一樣 減少比較多 就會比較小 比較小所以就會 數字中移動 所以答案就選A 這也就是 剛剛講過的 另外最後一種提醒 最後一種提醒 讓你兩個人來計算 OK嗎 OK嗎 很好